从宝妈怀孕的第一天起 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 她长什么样 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四围彩超 可以看到肚子里的彩色头像 我们是万分的激动 直到出生的那一天 喜悦和疑问都来了 为什么这么丑呢 而且一点都不像自己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的脆弱 只有49厘米长 而且卷缩在一团 皮肤通红且干燥 最重要的是 耳朵在肚子里面被压迫了 变形了 比招风耳还要招风耳 后面的也慢慢恢复了 没文化真可怕 刚出生两个小时要喂一次奶 睡觉尽量侧着睡 不要枕头 但是头部要比脚部高出一些 防止兔奶呛住喉咙 基本上20个小时都在睡觉 而且对外界的环境很不适应 经常用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眼睛发育不完善 只能看到10厘米左右的物体 现在宝宝一岁了 越长越像爸妈 而且非常调皮 有希望不要丢下愿望 相信未来充满期望 渴望爬上地岸 远远看着海洋 忘掉遗忘看过的 美丽的月光 有多少的希望 一个人没遗憾 喜欢的 深爱的 亲爱的 和我 来过这时光 太远 暴风雨和泪电阻挡 越过山丘 看见那无边海洋 画一条小船 穿过彼岸 有多远